冰廊 家库 商旅 生门 商陶 现在我们来讲一讲 沉浆 沉浆就是嘴口的下面 口的下方 下巴的上方 这中间部位称为沉浆 而沉浆与它相平衡的有 从中间相右顺序 分别为 沉浆 主宅 生宅 外院 林院 夏木 庄田 撒池 孝郎 荒丘 道路 现在我们来讲一讲 地阁 地阁就指人的下巴 中心位 从中心向右顺序 分别有 地阁 夏舍 奴朴 南摩 坑葬 地库 波池 额压 大海 舟车 对于初学面向者来说 这13个部位 与其他相平行的部位 形成146个部位 这部位尤为重要 初学者必须 蜀败口诀 技术 我们现在来讲一讲 流年运气图 我们把一个人的脸庞 从耳朵到中印到地阔 把它分成100岁 就是我们学讲的百岁流年 双耳 左耳就是表示1到7岁 右耳表示7到14岁 那当然要分男左女右 如果是女方 就换句话再调教过来说 1到7岁是指人的耳朵 就是指人的左耳 这运程好与坏 跟左耳的长相 跟那个斗的那个岁位 是很有关键性的东西 很多关键性的东西在里面 在书上都有一细表的 人到15 就是进入上天少年时期 是指走天宗 是指走这个部位 15 16走天印 其实他把它简化了 其实应该是天宗印堂 这两个位置走15岁到16岁 这两个位置是比较重要的 绝对不可以有青黄色 青色暗灰色 这表示你的少年运程是不好的 如果纺织红润光滑有光泽 表示你青少年时期 念书也好 成绩也好 智慧也好 都是非常上位 是成功的 18 9岁走日月两角 19走日角 18走月角 30走彩霞止气 走中庭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也是比较非常关键的 绝对不允许有青色 暗色 橙色 这样的话形横层很容易形成 中年要折 中年运程不好 在上十岁之间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年运程 就开始走中年运程了 中年运程里面 我们必须要提到的是指 印堂 司空 这两个部位 绝对不可以有青色 黑色 这肯定是命不久矣 在中年的部位里面 有一个转折点 就是我们讲的三根 41岁 人生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大的转折点 绝对不可以有凹凹进去 凹陷凹进去 或者是带有青色 黑色 好的方向应该是怎么样说呢 应该是三根 高颂 明显平坦 从41岁到48岁 走年上 瘦上 准头 这一段时间也是一个人生的 比较关键性的位置 富贵与贫穷 钱财多少 就在这个准头 48岁 一定要红润 圆 从48就开始走 到人中 就开始走 50就是走 往年运 往年运呢 人中就一定要 要匀称 长 跟水口的距离 要远 能够长一点 颜色能够红润 而到76岁 就开始走 往年运了 走往年运 就是说 基本上已经是 看看往年 能不能安享 安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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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福了 接下来就跟 就开始走 直丑 淫茂 十个地支 分完 一直到100岁 而这100岁以后呢 再从头开始 又从哪里开始 周围复死 这就是一个 流年运气 不畏陀 我这是简单的讲解一下 其他的还是 自己要参考一下书籍 做一些详细的研究 现在我们来讲一讲 五行法 五行法 它是根据阴阳五行理论 把人的不同的面向 分成 金 末 水 火 土 五行 其核心 就是对一个人的面向 整体的一个定义分析 来 现在我们看一看 木行人的 木行人的 脸像 脸像 上框 下载 眉清 木秀 木行人 讲究他 人比较讲 仁义 以仁义 为标准 做事 勤劳 朴实 不会与人 斤斤计较 比较大度 比较讲 仁义 道德 善良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火行人 火行人 是 上载 额载 鼻孔高 入孔 而且 其性格表现的就是脾气比较急臭 脾气急臭 火爆 不尚于逻辑思维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土行人 土行人呢 敦厚 敦厚老实 背笼 脸型比较 是个椭圆型的 有声 than 都不是 那是 冇 静